大家好 我是陳詠欣 做FreeChamp 拍攝的其實是2024年10月5號 上一集跟大家說了沒有在TV續約 沒有電視劇拍的田瑞來 怎樣自己拍節目 加入說好香港故事的行列 除了發掘香港的特色之外 他亦都自己捧自己做主角 讓大家可以看到他 有多點曝光 未看的話 大家快點看上一集 今集跟大家說一種很想做主角 但沒得做的黃人 除此之外 亦都有很不想做主角 但做了頭版的黃人 主要和大家圍繞四個人物串連 影片的順序會先程之前的這一集 講到台灣影帝吳康人 他近日正式宣布加盟內地經理人公司 但因為他之前的黑歷史 令到小龍人對他充滿萬馬聲 大跌眼鏡 由恭喜變成公審 而因為一件事 形勢都大逆轉 吳康人示範了成功勢底 但也示範了怎樣一手好牌打到懶 我也會和大家進一步講一下 之後會講一下很久不見 在監獄還押的周恆彤 慎防大家忘記了他的樣子 這個就是周恆彤的樣子 這樣可以各族專門支持台獨的金馬獎 大家說好不好笑 你說這個獎 所有的藝術成份都是蕩然無存的 一些權威都沒有 還有就是由頭大到尾 在反中亂港的這場鬧劇當中 擔任男主角中的男主角黎智英 他見到自己有得上頭版 殺手零頭 不想做主角 不想什麼重非 大公報之前給了一個頭版 他也不需要 現在就說要告大公報 我也會和大家講一下內容 當然 因為案件進入司法程序 我們不宜評論案件的內容 但也可以評論周邊的影響 最後會和大家講一下 從來都很少機會做主角的黃藝人一言 他早前高調宣布要移居到英國 去到英國 又高調公審他的家人薄劍布 今次又被他成功了 引起大家的注意 我也會和大家講一下 今集由這四個人物 四個章節組成 希望大家喜歡 開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昨天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喜歡影片支持我的 記得讚好和留言告訴你的看法 亦希望你的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知道黃媒和攬炒派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記得你的讚好和留言 可以幫忙抵抗小黃人入到影片中 惡意攻擊 意圖令到影片下架 所以希望大家一路看影片一路讚好和留言 支持我的更加可以加我的會員頻道 優先獨家提到我的影片 追看陳雲欣 知青原因又開心 訂閱Jofie Chan和引論證 洗蜜鏡 先講一下好想做主角的吳康人 背景大家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但為了影片的完整性 我也會和大家講一些 吳康人過去直被定性為反共台灣藝人 2014年因為參加了台版黑暴 即太陽花革命 搞了非法佔領 可以看到吳康人也是現場身影 他當時在社交平台上載在台灣立法院抗爭的照片 還說無奈有工作在身 不能進入議會場所裡 陪了一群台獨分子去佔領立法院 他說他依然會表達關心 甚至乎作出了捐款 所以說八百至一千幫助一群學生 但可以看到他不只是去現場看一看 他說他看不慣國民黨政府 和中央政府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所以多次前往抗爭的現場幫忙 亦希望整件事能理性落幕 因為他曾經支持過太陽花革命 又對政治和社會議題經常發言 深受台獨分子喜愛 支持台獨金馬獎也有頒了影帝給他 以事論事他的演技的確是好 亦是近年最具代表性的台灣演員之一 而吳康人並不是靠科班出身 他不是讀演藝 是靠著後天的努力成為金馬影帝 明明這是一個例子的故事 但是在台灣的台獨分子眼中 他本身由神壇一夜之間跌到谷底 事關由今年的8月頭7月尾 開始傳出他和內地經理人公司簽下了合約 即將會重心在內地發展 就算未獲得吳康人也就是當事人的證實 但也上了政治版的新聞 被小陸人瘋狂地批評 雖然小陸人罵天 但吳康人一於少理 9月30日吳康人正式宣布加盟內地經理人公司 按照計劃 並沒有因為小陸人的反對而妥協或退縮 而且他也在社交平台發表了非常長篇的文章 分享他對未來的期待和感受 他很感慨說過去16年的演藝生涯 經歷了很多挑戰 又積積無民 去到現在獲得肯定 因為他一直都沒有經理人 所以簽約新公司有了新的團隊支持 令他感到不再孤單 吳康人強調 演員的職業不是單單獲得掌聲就夠 更多的是一種自我修行的過程 他說他自己始終相信有條路 仍然有很多可能性等他去探索 他在他的社交平台上還提到未來的日子 他將會不再孤單 因為加入了內地經理人公司 有了團隊去支持他 幫助他在演藝路上繼續往前行 又支持台獨主導的太陽花革命 去到漸漸在內地越來越多機會 有得代言內地的品牌 有得去內地分享 例如2018年他去了北京出席 第一屆兩岸民間原作論壇 他也提到台灣的戲劇在題材上受到限制 而他主演的作品在內地也有得上畫 甚至到現在可以簽約內地公司 都可以說是一捕一腳印 漸漸看到他撥亂反正 成功洗底 吳康仁主演的電影也是他獲得金馬獎獎的副都青年 原本在今年4月份在北京電影節上映 但是臨時變卦 被取消放映 去到今年9月份重新獲准在內地全面上映 不少的猜測都認為是因為他簽署了新的經理人公司 幫助他在這方面的推進 導致他的作品可以在內地面世 原本出道雖然不算太順利 要直到27歲 吳康仁才有成名作 但也算是一手好牌 也算是靚靚仔仔 有演技 有作品 但就被他一下子因為參與太陽花革命 就打爛了 走去撐台獨 之後的十年之間 將副爛牌都可以說稍為打好 可以正式進軍內地市場發展 可以有團隊支持他 但吳康仁就不懂得珍惜 在9月30日正式宣布加盟內地公司之後 就激怒了一班小陸人 但到了第二天 吳康仁就激怒了正常人 在第二天 即10月1日的國慶節 吳康仁就在他的微博轉發了《人民日報》的鐵文 慶祝新中國成立75週年 但因為吳康仁轉發得太快 他只是說祝福感受中華 和其他在內地發展的台灣藝人不同 他就避開說祖國這兩個字 可以見到吳康仁的態度相當模糊 亦因為這樣而再到人起爭議 在微博評論區甚至有網民追問他 究竟是說中華民族定還是中華民國 連祖國這兩個字都不願意說嗎 感覺雖然吳康仁沒有再發表支持台獨的言論 又或者公開去支持台獨 但他也不是真心支持祖國實言統一 所以引來內地的亡民反感 覺得吳康仁想賺人民幣 但沒有真的改過 令原本爛牌打好的吳康仁又再變成爛牌 兩天前亦傳出因為吳康仁的處理手法 在十一國慶表態模糊之後 他新劇執迷的答當孫麗 擔心因為他不明確的政治立場而受到連累 不單止罷工 還有可能會辭演這套新的電影執迷 我寧願被違約金都不願意繼續和吳康仁拍照 繼續參演 孫麗就因為主演後宮殷環傳 而在內地演藝圈走紅 是備受推崇的一線頂流女明星 能夠和孫麗一起合作這套作品 相信不單是好的口碑 亦是好的票房的保證 但是因為劇組開拍一個月後林少逸角 由吳康仁擔任男主角孫麗已經提出質疑 尤其是因為他在境外社交平台的言論和爭議 認為吳康仁的參演會對這部電影存在風險 劇方也承諾會嘗試化解 例如要吳康仁公開表態 又或者清空境外的社交帳號爭議的鐵文 誰知未化解完一個彈 十一國慶吳康仁自己製造另一個更大的彈 先令小龍人心碎 之後再激怒正常人 兩邊都得罪了 他的演藝之路不知道怎樣走下去了 這位金馬影帝加盟內地經理人公司 在北上尋找機會會取得什麼突破 現在仍然是未知之數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會是驚激滿途 我認為再好的才華和顏值都不及得很重要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至於小龍人一早就已經反面不認人 反面不認吳康仁 去年以富都青年首奪金馬影帝的吳康仁 今年的電影《破浪男女》都有突破性的演出 但意外落選入為金馬獎 一批亡民都認為金馬獎將吳康仁排除在外 相信與大相關 肯定與內地發展沒有關係 台灣真的很民主自由 評審也是最公正的 明顯是反話 昔日捧到上天的勵志金馬影帝 如今因為簽了內地經理人 連金馬獎入圍都入不了 但很好笑的是 港獨代表就入圍到金馬獎 還要是隔寒如隔山的周恆彤 第六十一屆金馬獎入圍名單在10月2日公佈了 令人眼睛都突出 除了沒有大熱的金馬影帝吳康仁 就是有另一個令人詐欺的位置 前支聯會副主席周恆彤的周恆彤玉忠信 竟然入圍最佳紀錄短片五強 發表周恆彤玉忠信的平台綠豆發聲明 當然了 領下功了 然後說紀錄片的重點向來都是主角 而這條紀錄片整理了支聯會副主席周恆彤 可以以動畫和聲音去演繹 他說是用來記錄新香港的這個時代 綠豆仲說 隨著周恆彤在囚的日子越來越長 漸漸就越來越少傳媒報導周恆彤的狀況 他製作這個短片就是為了不要令歷史流空白 希望可以保持周恆彤的熱度 繼續曝光 周恆彤因為煽惑非法集結和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被拘捕 影片一開始的時候就提到周恆彤自2021年起被還押 其後回顧他涉及的不同案件 以配音方式讀出多篇周恆彤在監獄中寄出的信件 例如分享在囚倉寫長文是一個難處 因為他認為囚倉很小 囚倉很小的問題 給他幾千尺 影片還說過去一年和周恆彤來往的書信 經常會寄失和被攔截下來 他說周恆彤的樣貌越來越難被公眾看見 而且從2023年6月開始 周恆彤不斷被指違反監獄規則 去年下半年更加被罰9次 需要接受單獨酬金 這樣犯規法 要罰他都很正常的事 這樣都拿出來說事 難道因為是周恆彤所以有監獄特權嗎 環壓中的周恆彤 今年5月更加被警方國安處 首次引用《基本法23條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拘捕 即是在監獄裏面再拘捕他 涉案的還有另外5名人士 足以證明周恆彤就算隔著犯人欄還是危險人物 情節大家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周恆彤就是透過另外5名人士 年齡介乎37至65歲 除了周恆彤本人 還涉及周恆彤的媽媽劉華真 前支聯會常委劉嘉儀和關鎮邦 還有一群須議員和一位牙醫 這群同黨 尤其是那名牙醫李刑芝 其實在去年也有現身在銅鑼灣 趁著6月4日時節在搞事 亦被警方攔截了 由警方互送離開 放過了他 但還回來繼續搞事 前支聯會常委劉嘉儀關鎮邦 在去年6月4日曾經到維園聲稱要悼念 當時他們手持一張紙寫著個人悼念六四 被警方以涉嫌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拘捕 之後獲盡保釋 但警方最後都放生他們 沒有把他們起訴 而他們更加跟傳媒說他們不需要再到警署報道 還有周杏彤的媽媽 周杏彤的媽媽 都可以想像跟她也有這麼瘋 生一個這樣的女兒也有這樣的媽媽 原本以為周杏彤是周家門不幸 但原來就是周杏彤不幸 因為她也是成長在一個反共的家庭 翻查她的媽媽 完全沒有給她正確的民族和德育教育 至少帶她去參加支聯會在維園舉辦的活動 從事向她灌輸西方假借人權自由民主的房子的歪理 對國家民族 對國家執政黨產生錯誤的價值觀 警方根據法庭手令搜查他們的物品 包括發布具煽動意圖的電子通訊裝置 還有以周杏彤的名義開的Facebook專頁小童群秋會 都是經常利用6月4日敏感的日子 持續發布具煽動意圖的鐵文 相信以上種種都跟周杏彤脫不了關係 他們並不是批評政府那麼簡單 而是透過發布煽動聲言詞 藉著敏感的日子希望煽動對國家的仇恨 危害國家安全 所以引用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法例 對他們作出拘捕 所以也解釋了為何周杏彤有排床 因為她都犯案累累 入了監倉還可以繼續搞事 可以再被拘捕 周杏彤就是西人派出來的演員 去到現在都還在演 這是我們所知道的 但什麼令她的演技好到可以淫為金馬獎 這件事真的不知道 周杏彤自入獄以來 其實都已經經常得獎 單單是去年已經三度獲獎 密度高於很多類明星 而周杏彤獲的就是所謂的人權獎項 這次就是演藝獎項 你可以看到她的界別也跨幅很大 她之前拿的所謂人權獎分別來自韓國 歐洲和德法聯合 而這次周杏彤獲的金馬獎就是台灣 不單是領域跨界別 周連地域也是突破界限 所以我自己認為周杏彤今次金馬獎獲獎也不奇怪 尤其是金馬獎早已經變成台獨港獨平台 金馬獎曾幾何時在華語電影佔有重要的席位 不過過去幾屆 尤其是民進黨上台之後 不時都會有爭議性的作品入圍 甚至近年有宣揚港獨的電影在金馬獎獲得最佳紀錄片 說的是同樣撐黑暴導演拍出來的所謂的紀錄片《時代革命》 就是拿了周杏彤現在入圍的獎狀 甚至於頒獎台上都會有得獎者發表與大相關的言論去支持台獨港獨 跟大家先釐清時間線 讓大家知青原因 至民進黨掌權之後 金馬獎變得政治化 2018年有一位台灣女導演拍攝《太陽花革命》的紀錄片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就拿到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也就是《時代革命》獲獎的獎項 和現在周杏彤入圍的獎項 專門服務政治 這位女導演在得獎後提到希望有一天 台灣能夠被視為真正的獨立個體去看待 很明顯的意思就是要將台灣看成一個國家 這番台獨的言論 事後更加獲得民進黨蔡英文加持力挺 引起業界廣泛的不滿 將金馬獎藝術政治化 亦令人覺得金馬獎變得成為民進黨宣揚台獨的平台 去到2019年 《黑暴》那一屆 在11月23日《黑暴》期間舉行 當時據業界權威性的金雞獎 在內地的廈門舉辦 因為跟當年金馬獎頒獎典禮壯期 外界視為抵制金馬獎的行為 要大家二選一 看看大家去內地的金雞獎 還是去台灣的金馬獎 而我們國家電影局也宣布暫停內地電影和人員 參加各族金馬獎 可以見到 開展了一個反擊 去到2021年 撐港獨的所謂紀錄片《時代革命》 就入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並且得獎 即是周幸彤入爲的獎 最後《時代革命》就得獎 大家說金馬獎是否應該改名做做馬獎 專門做給台獨港獨分子 已經毫無藝術意義可言 只有政治 2022年香港影業協會向會員指涵 形容金馬獎已經是日趨政治化 嚴重影響兩岸四地的文化交流 呼籲會員考慮出不出席金馬獎要三思 而今屆的金馬獎頒獎典禮正正做馬做給周恆彤 金馬獎頒獎典禮會在今年11月23日舉行 到時如果大家見到周恆彤獲獎 千萬不要覺得驚奇 金馬獎重不重就有待揭曉 未被金馬獎上重就已經先被所謂的國際特赦組織翻牌子 大紀元的報道就說10月2日 在雲雲的攬鈔牌當中 所謂的國際特赦組織只是將周恆彤和黎智英認定為良心犯 呼籲要立即將他們釋放 可以見到周恆彤真是多獎加薪 我覺得都要感謝所謂的國際特赦組織 因為他都告訴我們兩個重要的訊息 第一就是原來周恆彤和黎智英是同一層級的 我真的不重點關注周恆彤不行了 第二就是當這個所謂的國際特赦組織 只是將周恆彤和黎智英認定為良心犯 是否都意味著其他被拘捕的大多數攬鈔牌是沒有良心犯 如果比起其他攬鈔牌真的會不服氣 還有我覺得黎智英絕對不是良心犯 因為黎智英是很沒有良心的 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在2020年入品控告大公報 說大公報在同年6月發表了一篇 題為亂港頭目謀著草路線曝光收費100萬的文章 黎智英認為是誹謗他 黎智英要證明他一點都不想走 一點意欲都沒有 不過現在法官不是就這方面作出裁決那麼簡單 而是究竟這宗案件用不用陪審團 案件排在10月3日在高等法院作出指示聆訊 黎智英認為案件涉及重大公眾利益 申請交由陪審團審理 又透露有意會在審訊過程中親自上陣出庭作供 大公報說他的抗辯理由因為相當複雜 反對交由陪審團去審理 法官聽取了雙方的陳時之後 就會在今個月內以書面的形式頒布裁決 黎智英說他本來打算案件作供 還說他因為是知名人士 所以涉及案件受廣泛關注 則質疑大公報明知內容虛假仍然惡意發佈 再加上大公報本身在香港有廣泛流量 有大量讀者 案件涉及公眾利益 所以認為需要設有陪審團 黎智英算是對大公報很大的誇張 畢竟同行如敵人 沒有理由同行如敵國還去讚揚 大公報有廣泛流量 所以黎智英這次為了這宗案件 不惜任何代價 大公報認為案件由陪審團審理 法官不能在審閱前閱讀文章 或向法律代表提交以澄清疑惑 所以陪審團有可能需要到更長時間審視文章 去評估大公報發佈文章時的思想狀況 黎智英是由大律師林家仁做代表 而大公報是由資深大律師袁國強作為代表 黎智英提到雖然原告打算呈交159頁的文件 而大公報有依賴722頁的文件 但主要都是新聞章、Facebook帖文、新聞稿等等 內容不涉及科學和技術性的資料 相信普通的Lehmann陪審團都能處理和理解 黎智英認為自己是知名人士 更加受到國際廣泛關注 所以認為基於公眾利益需要設有陪審團 話說是為了公眾利益 是否涉及公眾利益就要交給法官去判 但客官用陪審團審議一些帶有濃烈的政治色彩案件 會有什麼後果呢 最近設有陪審團的經歷 相信大家都不會忘記屠龍案 經歷81日的審訊都相當湧場 九男女組成的陪審團經歷了三天的退庭商議 最終作出裁決 七名不認罪的被告當中只有一個被認為罪名成立 所以很明顯在訴訟上用陪審團會傾黃 對黃的人士是有利的 所以我們香港國安法早已預示到這個情況 第46條規定案情不適合陪審團審理的案件 就可以採取無陪審團的審理程序 倒絕陪審團因為政治傾向影響到判決的公平公正 但是因為陶龍案發生在2019年12月8日 早過2020年6月30日生效的國安法 所以只能夠以反恐條例起訴 在高等法院由陪審團審訊 陪審團的設置都可以說幫助陶龍案的一群被告 都曲線解釋了作為黃人為什麼會這麼想用陪審團 大家都知道之前黃人已經是淋人堆做陪審團的成員 所以可能黎智英也知道有陪審團就有好處 黎智英認為大公報題為亂港頭目謀著草路線曝光 收費100萬的報道帶有誹謗的字眼 因為寫著嫌疑人逐個足 無號黎智英 即是說黎智英是嫌疑人 其實是嫌疑人 還說黎智英逃避刑責 著草之心 超然若揭 就算他重金給過千萬偷渡費 都沒有蛇頭想做他生意 黎智英一方面認為賤眼是惡意指控他計劃非法離港 棄保潛逃 構成誹謗 有損他的聲譽 究竟黎智英認為說他有蛇頭不肯做他生意 是不是都構成誹謗 沒有人想和他有生意的往來 都可能是 真的要看案情進一步疲勞了 我覺得對比起低級的漢奸去拍美領館們被踢出來 那些真的有損聲譽 有損美國的聲譽 你看見見仔曾志健在荃灣襲警搶武器 想走都走不了 還被人收藏了 騙錢 屈蛇 飯都沒得吃 大家都可以重溫之前的一集 我覺得真的有損聲譽 但我不覺得高級漢奸會有這樣的待遇 或者見仔和十二門徒那些 走不了 只被報道出來 才真正有損聲譽 黎智英有得做頭版 又在頭投訴路告大公報 蘭威那些談不上過氣 因為從來沒有人氣的王藝人 想做頭版 想有人關注都難 王藝人 吳逸賢可能因為少見步 所以都不時想方法 怎樣可以做到頭版 所以他公審這個公審那個 不斷為自己製造聲量 上年我和大家拍片講過 吳逸賢公審TVB 吳逸賢一有什麼不滿 他就會在網上公審個人 軟至前僱主 近至家人 什麼都說一頓 什麼都拿來公審 例如他試過公審和他政治立場不同的爸爸 說他爸爸幫他照小朋友不力 Hashtag就寫著 好佩服他推捨責任的境界 還說有這樣的思維 你都知道他是什麼顏色 可以見到明明和他本身政見不同 他還要找他爸爸幫他照小朋友 照得不好又要投訴 我就覺得做這些事情 大家就知道是什麼顏色 是黃色 黃宜然可能見到 這樣成功見譜 就吃過了尋味 小朋友成績差又拿出來說 相信小朋友長大後 也不知道會不會 不想讓人知道他是吳逸賢的女兒 免得讓人知道他讀書成績不好 今年6月吳逸賢透露 升讀小一的大女兒 獲派第8志願 他說接受不了這個數字 聲稱為了下一代有更好的教育 決定舉家移居去英國 一家五口移居去英國之前 他都可以說是什麼好處都拿齊 大家記不記得去年 差不多這個時候公佈施政報告 將新生嬰兒獎勵金 設置鼓勵市民生育 每名在2023年10月25日起出生的嬰兒 可以向合資格的父母派發兩萬元 五日然今年率先 又生多了個 貸了兩萬元 而後疫情年代 政府大搞夜繽紛 K11舉行了星光夜市 五日然都有去擺檔 成政策之東風 人去了英國還要繼續拿香港好處 賺香港賺到盡 他們兩夫婦在香港有餐飲熱烏 丈夫就會在香港英國兩邊走 錢就在香港賺 洗就在英國 都一貫賺到香港盡的作風 擺明是拿香港好處 而五日然都一貫作風 公審她老公 說要她現在一打三照顧三個小朋友 還說老公飛走了 她就變成太空人 小朋友就不捨得 還hashtag就寫著 請三位小朋友聽聽話 又自我鼓勵地說沒有東西難倒她 但最終她就說 什麼時候可以到她出走 明明老公不是出走去玩 但還要公審她老公 還說自己很辛苦要一打三 明明這個決定都是她自己選擇的 是不是黃人都是這樣 特別喜歡腎 終於被五日然再一次劍補 相信雖然公審她家人出賣了她的私隱 但也被她如願做一做頭髮 也算是打個禍 今集的時間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我為你的選材 記得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也希望你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人知道我會不會濫出牌 不想知道我的真相 如果還未訂閱我 昨天Jovie Chan的YouTube頻道 記得有下角就是免費訂閱 開啟動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感謝你的收看 看完之後記得讚好和留言告訴你你的看法 記得也要廣傳我的影片 如果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有下角就是免費訂閱 還有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